平时走在骑楼上 您有看过机车停在骑楼的景象吗 像这样的情形对许多民众来说一定不陌生 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为了整治机车停车问题 因此透过指定相关规定 并开放骑楼停车 借此要完善交通环境 桃园市政府为了有效管理骑楼的停车 那自其即日起开放这个骑楼 可以停放一列的机车 而且停放之后 必须还要留空1.3公尺以上的行人空间 那骑楼停放机车的话 必须垂直于道路 而且要紧靠着这个骑楼的外源 那为了避免在大众运输场站 包含桃园、内立、中立、浦星 还有阳眉车站 以及这个机场捷运 长庚医院站附近的骑楼 被大的这个通勤组所占用 所以这些大众运输场站周边300公尺 原则上还是禁止停车的 桃园市在升格前 因为公告骑楼属于道路设施 不得任意停车 因此经常发生有民众停车被检举的情形 对此交通局考量到民众需求 且六都的停车状况良好 因此决定开放骑楼停车 而民众也直呼很方便 开放就是至少方便多 不会说停车位一格难求 还要去挪你的车子 就不用一直绕在那边找 应该要开放越多越好 当然因为那么多人要停车 我觉得只要不要挡到路人正常的行走的话 基本上是个相当辨明的措施 对骑车的人来讲 对用路人来讲 都是双赢的局面这样子 当然是希望如果 对啊 因为有车位当然是比较好停啊 目前桃园市政府交通局 虽然开放骑楼供民众停车 但机车停放骑楼 仍需保持1.3公尺以上的行人空间 并垂直于道路 以一列为限 禁止多排停车 另外火车站 以及多个人潮众多的区域 周边300公尺范围内 也是禁止停车 要请民众多加留意 记者王中军团报到 对啊